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今天就派我第三首歌的MV 多美,是一個膠袋製的粉絲 這首歌對我來說的意義是非常大的 因為是我第一首自己作曲的歌 作曲的時候,在展示的時候已經有一個故事 故事就是說,兩個人很相愛 但是分開的時候,想有一個最後的認識 就是大家說分手的時候,就讓大家心心一問 但親完這一口,大家就永遠分開不再見 然後把這個想法分享給Riley 就是這次的甜詞人林靖靈 那他回來的那份詞,是把這個意義再加重 是變成更大的一件事 就是他要分開的時候,要摧毀對方 因為有一些歌詞是 甚至乎是去到 用逐愛情,要交給碎自己,碎自己 就是當這句愛情是一個藝術品 就好像班克斯那一幅藝術品 他拍完之後,就馬上碎掉它 其實他覺得,愛情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就是,我不用永遠擁有它的 但是當我們相處不到的時候 我都要摧毀對方 這首歌有一個很悲慘的結局 就是那個男生想走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殺了他 但是其實那個男生也是很自願地被他殺 會的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個那麼肯定的人 但是我很決絕 就是我如果一趕了分手 我就會跟對方畫清界線 Ronald呢,他就幫我做這個MV的男主角 我覺得他是非常適合和非常適合 因為我們合作的時候 是有很多可怕 拍的時候,大家會撞到一些有趣的情節出來 令到本身這件事更加昇華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拍攝MV 還有今天這個新歌 其實對我來說是意義重大 我交歌給公司的時候 我發了差不多十首歌給公司 我在想可能他十首都不要 我原先是覺得是這樣 但是公司竟然選了其中的歌給我推出 然後我是覺得很開心 這次是第一次要做什麼 想嫁人 結婚也是每一個女生的夢想 每一個人都要嫁人 我看著鏡子裡面的自己 我只想到這件事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 想分手真的挺漂亮 這是什麼? 我當然要強迫 那兩次不就 完全不喜歡 我去女生 是她自己 那兩次不就 是她摹著我的 我現在是她摹著我的 我現在還是要安慰 我捨不得 我這麼做 我現在才也 пок出去 我自己是甚麼 第一次不來 有天 我現在該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